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习时间大概是15分钟 逛超市商场往往会让我们变得很焦虑 很容易出现不耐烦的情绪 决定买什么东西 拥挤的人群 还有那一长串的购物清单 都让人很想赶快逃走 不过购物的忙碌行程 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正念练习环境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进入商场之前 脚步放慢 在心中升起一个意念 告诉自己 今天要做正念购物练习 深呼吸 让身体随着每一次吐气 慢慢放轻松 肩膀放松 腹部放松 紧张的下巴也放松 第二步 快要进入门口之前 做一下 洞中走路冥想 感觉你的脚每一次抬离地面 然后又在你身体前方落下 就在这一刻 放掉头脑的杂念 把觉知意识放在你的双脚 第三步 进门之后 花一点时间感受一下整个空间 打开你的六种正念感官之门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身体触觉 以及思想状态 注意商场里面的各种颜色和灯光 空气中飘散的气味 你身体站立的姿势 商店里面的各种声响 以及你的头脑状态 答案没有对错 只要去感受你当下经验到的一切 第四步 当你走向购物区开始选购物品 记得保持身体的觉知 感受你的双脚踩在地面的感觉 以及双腿肌肉如何带着你的身体持续移动 拿起你要的东西 放进购物车或提栏 感受你身体跟这些物品接触时的感觉 你的手臂和手伸出去拿东西 把东西放在手里 感觉那样东西的质感纹理 温度 以及重量 把他放进购物车 注意他从你手中卸下重量的感觉 第六步 带着对于身体的正念觉察继续购物 你的手每拿起一样东西 都是一个练习的机会 买完东西准备结账 排队时也带着正念 这是今天的正念练习分享 帮助你活在当下每一刻 为情绪按下暂停键 减轻压力 找回平静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生命充满自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有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